今天是欢乐耶诞节 南投县左岸成长学院关华协会 为据点的老长辈们 精心策划了一场 耶诞水果餐的DIY活动 每个枕头上 也都戴上一顶圣诞帽 十分可爱 县议员来言学表示 协会准备有烤鸭 及自己动手做水果耶诞餐 希望让长辈度过一个快乐的耶诞节 今天是我们左岸关华协会 带领的我们长辈 做我们圣诞节的一个礼物 还有活动 今天是我们的圣诞水果餐 大家知道西洋的圣诞节是吃火鸡 我们今天的左岸 是吃我们的鸭肉 大只鸭肉 配上我们的这个水果餐 苹果可以有铁子 补充我们的这个铁子 我们的香蕉可以预防失智 还有我们的葡萄 是我们的葡萄籽 氧化减少这个退化跟老化 所以今天的左岸关华协会的这个社工 好用心设计 每个长辈都很开心 每个老长辈自己动手 将香蕉脱衣服 切块 也剖开苹果 切片 串成水果串 搭配棉花糖 即葡萄干等等 完成了水果餐 都十分开心 我来做安家 很好的 咖喳老花 大家都咖喳很高兴 今天圣诞节 还给你做香蕉 还淋蜡酒 还有葡萄 还有葡萄 还有糖 还有糖 同学 大家一起 很开心 非常开心 感恩 议员 安排 来吃 很好 每一个老长辈 来到据点都很快乐 县议员赖燕雪 感谢长辈们的支持 并祝福大家 耶诞节快乐 每一个来这边 都变成18岁的 这个阿公阿嬷 所以这里也充满着快乐 充满着幸福 也充满着乐趣 我们也感谢我们长辈的支持 更感谢我们社工大力的一个 设计我们的课程 跟长辈一起同乐 也祝福大家 圣诞加节愉快 看着桌上 自己搭配完成的 椰蛋水果餐 像是个有造型的 可爱的雪人 长辈们都十分开心 并感谢赖燕雪议员 让他们度过一个 欢乐椰蛋 记者王水仙南头采访报道